1月30号,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广州会见了美国著名传染病学专家,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感染与免疫中心主任,伊恩·利普金。 这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。 2003年,利普金是首批来华协助中国抗击非典的国际知名专家,为控制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2003年,促成利普金来华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华人研究员赵凤贤。 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,赵凤贤再次积极奔走,联系美国顶级专家帮助中国抗击疫情。 赵凤贤曾供职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,1984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,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博士后,如今在哥大担任研究员。 近日,赵凤贤向记者讲述了他两次联系美国专家帮助中国抗击疫情的故事。 2003年4月,北京非典疫情蔓延之际,赵凤贤受中国驻美使馆委托,拜访哈佛、耶鲁、哥伦比亚等知名大学,邀请权威专家前往中国协助进行传染病学研究。 经朋友介绍,他联系到了被誉为世界最知名病毒猎手的伊恩利普金。 赵凤贤表示,利普金是非典疫情发生后首位前往中国的外国传染病学专家。 这对当时中国抗疫起到了很大的精神鼓励。 而利普金对病毒的准确判断也对遏制非典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。 他也因此跟钟南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,赵凤贤再次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联系美国免疫学方面的专家。 就说能不能找专家,是免疫方面的专家。 因为我们在像利普金这样的专家已经现在到达中国的已经很多了。 包括我们钟南山也已经是非常权威的人士了。 那么现在我们缺的是药。 我当时就想到的是丹克隆抗体。 然后各大的丹克隆抗体做的是很成功的。 那么我就想抗体可能比疫苗会快一些。 那么我就去找了我们各大丹抗专家Dr. Tract。 我说你愿不愿意去中国? 他说愿意去的,我不怕死。 赵凤贤说,Tract教授提出的方案是丹克隆抗体血浆疗法, 并表示从拿到病人血样到研究成功大概需要两个月的时间。 当时我也问他,你这个丹抗大概可以多少时间能够出来? 他说从拿到病人的血到成功大概两个月。 后来我就给我朋友说,在这次2019年的抗月中, 我想我为祖国又尽了一点棉薄之力。